真相我来帮你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新闻故事 1月16日星期二的上午 加州硅谷的Santa Clara 一处安静的住宅区内 一栋独栋的house里面 爆发出了一阵激烈的争吵声 吵架的双方是同在谷歌工作的 华裔工程师陈丽仁和他的妻子于璇宜 这对小夫妻都是95后 而且都是名校毕业 清华毕业的 两三年前双双进入谷歌担任工程师 我查了一下房地产专业网站Zillow 他们去年4月份花了差不多 205万买下了这栋 位于好学区的 拥有四个卧室的独栋的house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 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将和那些前辈们一样 拥有大公司令人羡慕的工作 拿着不菲的薪水 生几个可爱的娃 享受着富足安乐的生活 成为令人羡慕美国的中产阶级中的一员 但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令陈丽人有一种走投无路的绝望 刚刚爆发的这场激烈的争吵 又让他感到自己仿佛被困在一艘小船上 四周除了寂寂无声的海浪 再无遗物 一种令人窒息的痛苦 像潮水般的包住了这个陈丽人 他抬起头看向妻子 此时妻子正坐在桌边的椅子上背对着他 还在絮絮叨叨的埋怨着什么 但陈丽人却一个字也没听见 他的眼神渐渐变得茫然 灵魂仿佛离开了身体 接着一股浓浓的杀意从心底涌起 陈丽人站起身来仿佛僵尸一般的 无声的走到了妻子的身后 于轩怡突然感觉到了些什么 猛然转过头来 就看见丈夫一脸冷酷的站在他的身后 眼神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温存 一种危险的预感袭上心头 于轩怡刚想站起来 突然丈夫一手掐住他的脖子 另一只手紧紧握成砂锅大的拳头 狠狠地砸向了于轩怡的头部 于轩怡是两眼惊心直冒 一阵剧痛传来 不由得大声地呼喊了起来 放开我放开我 然而陈丽人并没有停手 一拳一拳一拳地狠狠地砸向妻子的脑袋 很快于轩怡的头部变鲜血四溅 由于用劲太大 陈丽人的手也破得血肉模糊了 一时间陈丽人和于轩怡身上 溅满了鲜血 惨壮是触目惊心 原本就已经开始丧失理智的陈丽人 在鲜血的刺激之下 变得异常的狂暴 而且他身高一米九 人高马大 左手像一把钳子似的死死地掐住 他妻子的脖子 令他喘息困难 丝毫动弹不得 一开始于轩怡还在努力地呼喊 救命 但是渐渐渐渐声音便越来越小 整个人瘫软在了椅子上 陈丽人停下拳头 松开了左手 妻子便顺着椅子 倒到了地上 再也没有了声息 陈丽人也慢慢冷静了下来 恢复了些许的理智 他突然就跪倒在 这个妻子的尸体的旁边 满身的鲜血 双手不住的颤抖 嘴角抽动着 喃喃自语着什么 我做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 突然想起一阵门铃声 陈丽人仿佛僵住了一般 跪在那一动不动 门口是他们的一个朋友 就住在不远处 昨晚他们还在一起吃了一顿晚饭 但是当时这个朋友就觉得 陈丽人的状态有些奇怪 整个人都沉默寡言 目光呆滞 朋友当时心里面就有一种莫名的担忧 今天上午朋友又给他们打了个电话 但是没人接听 于是就决定开车过来看一看 摁了半天的门铃 但毫无反应 朋友就绕到这个房子的旁边 想透过这个窗户 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人 结果 他趴到窗户上之后 立刻就看见陈丽人 跪在地上 一动不动 两只手全是鲜血 眼神茫然 无声无息 接着他就看见陈丽人的衣服和袜子上 沾满了鲜血 顺着这个脚边再往前一看 就看见了倒在血泊中的 他的妻子于轩仪 朋友被这一幕就给惊呆了 心脏是一阵狂跳 好几秒钟之后才反应过来 立刻陶爷斯的跑回自个儿的车上 掏出电话就报警了 很快警方赶到现场 在一片血腥之中拘捕了陈丽人 并当场确认 他的妻子于轩仪被宣布死亡了 这就是发生在上一个周二 1月16日 发生在加州硅谷的一起 震惊了华人圈的惨剧 目前警方给出的初步的调查结果是 丈夫陈丽人暴力殴打了妻子于轩仪 并导致他当场死亡 至于陈丽人为何会对自己的枕边人 下次毒手 具体原因尚不明了 这样一对名校毕业的大公司工作的 刚刚27岁的华人精英 却以这种方式结束了 令大多数人羡慕的人生 这到底是为什么的 接下来我就来给您讲一讲 这个令人心碎的故事 好 稍微打断一下下 提醒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就可以经常来听我讲讲故事了 再一个 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靠谱的高丽身饮品 普瑞堂玄宝黑身 这个普瑞堂玄宝黑身 是我代言的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一个口服保健品品牌 为什么呢 首先我对普瑞堂这间公司有信心 这些家美国公司 是一群有信仰 有原则 有追求的人士成立的 他们这个初衷 就是要选择最好的产品 造福社会 造福百姓 其次我对这个原材料有信心 选宝黑身选用的是产自韩国的高品质的高丽身 这个申源的老板 世世代代从事高丽身的种植和开发 现在这个当家人 更是一个有着极大的责任感和虔诚信仰的人 那么选择和普瑞堂合作 这是基于共同的理念和诚实的人品 第三点 经过一年来的这个代言 我收到了非常多的反馈 很多的观众朋友 在服用之后效果非常的明显 而且常常是服用了很短的时间 这个健康状况就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那么有了这些大量的 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反馈之后 我就更有信心 也更加热切的希望 这款产品能够为更多的观众朋友带来福音 那么因为是人参饮品 所以这个口感会有一些苦 您可以先冲半杯蜂蜜水 然后加入一包黑身 不怕股头朋友可以直接饮用就好了 选宝黑身是真正经过韩国古法 叫九争九铺制成的 很多人参的精华元素才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那么有朋友担心服用高丽身会不会上火 选宝黑身绝对不会 特别推荐那些用脑过度的 睡眠不好的 压力大的 容易脱发的 贫血的 消化不良的 以及处于更年期的女性朋友 可以试一试这个选宝黑身 那么这一盒是20包 168美金 一般来说一天一包就行了 那么身体差一些的朋友 可以试一试一天早晚各一包 这笔钱我觉得花的是非常值得的 毕竟这个健康的身体 才是我们开开心心生活最大的保障 大家可以通过我给大家提供的 专属网站购买 记住只要输入 我们已经申请了专属折扣码 JGY2023 JGY2023 就可以享受全球免运费的优惠了 这个网址我会放到 今天节目评论区的置顶处 希望所有朋友们都能够健康快乐 好 接着咱们的故事 陈丽人 四川成都人 1996年出生 高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 考进了清华大学的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妻子于轩宜 那是她的大学同学 吉林省松原市人 而且比她更优秀 是当年的松原市高考的理科状元 这个于轩宜是一个 心高气傲脾气很大的姑娘 东北姑娘 中学时由于学习成绩很好 很优异 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市里省里 乃至全国的各类的学科比赛 是学校里的明星级的人物 而且长相很清秀 所以很多男生追腾 她当年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 考进了清华这件事 还着实在松原市轰动了一阵子 在大学期间 陈丽人便开始追求于轩宜 但是一开始于轩宜并没有看上陈丽人 尽管陈丽人有着一米九的 篮球运动员般的身高 长得挺好的 小伙子挺阳光的 但是陈丽人 她是一个性格比较温顺 有点孤僻 不善言辞的这样一个男生 再加上她的家庭条件一般 所以于轩宜并没有把她作为 未来会嫁给她的对象 只是个备胎 在上大学的时候 因为这个心高气傲的女状元 她所主义的对象 是家庭条件更好的 能带给她更优越的物质条件 以及更有利的社会地位的那样的男生 最好是个富二代或者官二代上 然而缘分这个事由不得人 于轩宜在大学期间谈过几个有钱的男朋友 但是最后都不了了之了 那么即将毕业前夕 面对依然死心塌地的追求着自己的陈丽人 于轩宜决定接受她的追求 因为此时这个事情出现了一点变化 陈丽人考上了名校 美国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的硕士 陈丽人的学习成绩非常突出 他所就读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是当下最火爆的专业之一 上大四的时候 著名的中共的间谍公司商汤科技来清华招聘 关于商汤科技和他的创办人 汤晓鸥突然死亡的消息 我在12月19号那期节目中有个详细的讲述 当时商汤科技去清华招聘 负责招聘的主任一眼就相中了陈丽人 邀请陈丽人来公司做实习生 那么毕业之后如果愿意的话 商汤可以为他提供一个不错的职位和不菲的薪水 陈丽人就答应了 这是很好的机会 那么本科快毕业的时候 他又申请了UCSD的硕士 并顺利的拿到了入学的offer 也就是在这前后 于轩仪和陈丽人开始交往了 很可能是因为看到陈丽人即将赴美读书 于轩仪才改变了心思 决定跟陈丽人好了 因为这样既然在中国你找不到靠山 干脆去美国发展得了 去美国你得有个人照顾他 所以他就跟陈丽人两人好了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陈丽人先一步来到了美国 那么第二年于轩仪也考入了UCSD读硕士 之后2020年陈丽人进入谷歌担任工程师 第二年于轩仪毕业之后也进入谷歌工作 两个人在这一年正式结婚 到这个时候两个人名校毕业 大公司任职 拿着不菲的年薪 又花了两百多万在好学区买了一栋四间卧室的大房子 美好的人生即将开始 然而埋藏在这两个人性格中最不堪的 最阴暗的那些物质也在悄然滋长 同时在自私狭隘 以及因为信仰缺失而导致的心理失衡中 两个人是渐行渐远 来到美国之后 他们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身份 如何拿到绿卡上 一开始被招进谷歌 谷歌为他们申请了工作签证 但是想要熬到拿绿卡还早 原本于轩仪希望丈夫先拿到绿卡 自己就可以靠丈夫夫妻俩 同时就能顺利的搞定身份了 结果不知为何陈丽人迟迟搞不定绿卡这件事 结果于轩仪先一步拿到了绿卡 于轩仪对这个没有用的丈夫 有了一种瞧不起的心理 而且从小到大于轩仪都是很优秀的 他觉得丈夫完全远远的不如他 当初嫁给他 就是涂涂能够在美国照顾自己的生活 解决身份等等等等 现在自己混得比丈夫还好 这种心理上的优越感 再加上自私自利的性格 于轩仪开始厌弃起性格有些怯懦的大男生 两人间的争吵越来越多 有时候吵到激烈的时候 于轩仪甚至动手打陈丽人 对 是女的打男的 据网友爆料 男方甚至在网上发文求助过网友 因为老婆经常家暴她 甚至还多次扇她的巴掌 我该怎么办 天哪 我们知道很多男人虽然怯懦 但是自尊心却非常的强烈 如果经常遭到女方暴力相向的结果 那就是在心理上会有一种严重的失衡和扭曲 男人也是要面子的 也是很有自尊的 而且不仅是家暴 更严重的是猜疑 于轩仪啊 无疑是个很优秀的女孩 学习成绩又好 长得又清秀 性格又活泼 所以不论是在学校 还是在工作单位 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女孩 对此陈丽人常常是心生妒忌 看着经常有男生围着太太打转 陈丽人常常是饱受度火中烧的痛苦 就在事发前的大概三周左右 两个人又爆发了一次更为激烈的争吵 在争吵中 盛气凌人的女方 无所顾及的甩下了一句话 离婚 刚结婚才两年 咱们赶紧离婚 这个自私惯了的女状元她不知道 这句离婚就成了压垮 陈丽人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终于在三个星期之后的1月16号 再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 陈丽人便失去了理智 关于这起杀妻案的最终的具体的结果 以及到底是为什么原因 陈丽人杀死了妻子 我们还要等待警方最后的通报 那么有了具体的进一步的消息之后 我会在节目中跟大家说 这些年我们看到太多 所谓的大陆出来的 所谓的学霸杀人事件 包括杀导师杀同学 让我们不由的叹息 这些高智商高学历的 所谓的华人精英 为何会做出这种极其残忍的行为 陈丽人杀妻案 让我一下想起了 发生在这个 将近20年前 2005年的一桩 当时轰动一时的惨案 陈丹雷杀夫案 2005年8月20日 一个雷电交加的深夜 美国的普渡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陈丹雷 拿着一把手枪 悄悄地走进了卧室 看着正在床上熟睡的丈夫 何磊 陈丹雷面无表情地举起了枪 对准丈夫的头部扣动了扳机 他们住的那个房子 那个地方比较偏僻 四周是一大片广袤的玉米地 再加上现在外面是雷电交加 远处的人们都沉浸在睡梦之中 所以那声刺耳的枪声 没有惊动到任何人 而陈丹雷接下来的操作 才是真正令人恐怖的 陈丹雷杀死丈夫 他不是激情谋杀 不是因为一时冲动 而是早有预谋 这个何磊身材高大 陈丹雷一个人没办法转移走尸体 为了掩饰罪行 陈丹雷竟然残忍的 大蟹八块 把丈夫分装在了四个大垃圾 黑色垃圾袋里面 再搬到车上 然后运走 就很难想象 他是如何一刀一刀的 把这个跟自己朝夕相处了 五年的丈夫 给他大蟹八块的 何其残忍何其可怕 陈丹雷清理干净犯罪现场之后 将所有的贵重的东西 护照钱什么 收拾好 收拾了两个行李箱之后 将装着自己丈夫尸体的车 开到了一处停车场 然后自己打车去了飞机场 直飞上海 跑了 更可怕的是 由于陈丹雷此前有过案底 这个待会具体说 他是不能够离开美国的 于是陈丹雷戴上了一个假发 男士的男人的假发 女扮男装 拿着丈夫何磊的护照 顺利的坐上了飞往上海的班级 但终究是天网恢恢 数而不漏 陈丹雷在上海的海关被截住了 因为美国当时是发了他这个禁止令 是不允许离开美国的 所以上海的海关是有这样的一个通知的 所以在上海的海关就截住了陈丹雷 把他关押到了看守所 当时因为美国警方还不知道他杀死丈夫的事 所以上海海关也只是因为他此前的案底 拘捕了他 那么在看守所里面 还有一件事可以看出陈丹雷的冷血 当时何磊他丈夫的父母去看守所找他 问我的儿子怎么回事 怎么这几天都没消息 因为你们俩是夫妻嘛 两个老人想知道失踪的儿子的下落 结果陈丹雷当时竟然云淡风轻的笑着 跟丈夫的父母说 说你们放心 你们的儿子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别担心 听爸这些话 何磊的父母还天真的以为 何磊帮他老婆逃跑了 跑回中国了 然后自个儿悄悄躲起来了 过两天就会出来了 结果几天之后 芝加哥警方在陈丹雷的车里面 找到了何磊的尸体 这才让这起残忍的杀人案曝光 直到这个时候 陈丹雷才不得不交代了他 这个杀人的经过 很难想象何磊的父母是带着何种心情 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的 在辨认出自己的独生儿子的这个惨况之后 又是怎么熬过来的 据说这个何磊的妈妈因此啊 这个一夜之间头发眉毛全都脱落 全掉了全掉光了 所以那么究竟为什么陈丹雷会如此残忍 杀死自己的丈夫呢 1997年正在清华读大三的何磊 不慎把自己心爱的那个英雄牌的钢笔弄丢了 结果呢 这支笔被同系的一个个子不高 名叫陈丹雷的还挺清秀的女孩捡到了 还给了他 由此两个人结缘相识 之后不久开始谈恋爱了 善良这是何磊对陈丹雷的第一印象 就这个第一印象贯彻了何磊的一生啊 哪怕后来经历了无数次的争吵和暴力 何磊都始终认为陈丹雷是个善良的姑娘 直至最终为这个第一印象失去了她的生命 大学毕业之后也是清华的 毕业之后两人结婚了 这时候呢 陈丹雷考到了美国的普渡大学去读研究生 丈夫何磊以陪读的身份也来到了美国普渡大学 到了美国之后呢 何磊凭借自己的实力 很快也申请到了普渡大学的博士再读 何磊是一个性格开朗 招人喜欢的这个阳光大男孩嘛 很快就在学校里交了不少朋友 而陈丹雷就不同了 陈丹雷啊 是一个性格有些缺陷的这个女孩 经常和同学啊 同事啊 甚至导师闹不愉快 吵架 关系人际关系出的非常差 身边几乎是没有朋友的 每次聚会的时候呢 丈夫和大家是聊得很热络 达成一片 而他却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坐在角落里面 没人搭理的 每次陈丹雷都很妒忌的看着丈夫 如此的受人欢迎 自己却没人大理 对丈夫在学校很吃得开这件事啊 陈丹雷是很不开心的 自己在大学的时候 成绩比丈夫好 导师对他的赞赏比丈夫多 成绩好就成了一个 好像是个主角光环一样 可是到了美国之后 丈夫却处处比自己受欢迎 不少女孩子甚至表现出 对他非常热情的样子 这份醋意和妒忌 实时在折磨着陈丹雷 陈丹雷本来就性格孤僻 缺乏安全感 再加上中共实施的这个 大家知道无神论教育 人们普遍缺乏信仰 对吧 而且只注重成绩 只强调结果 完全不在乎健康的心理建设 和道德教育 这时候如果是一个 原本心理就有问题的人 再碰到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 就会容易扭曲心理 陈丹雷就是中共教育下的 一个非常典型的极端的例子 由于长期的心理阴暗和妒忌 陈丹雷经常没事找事 和丈夫吵架开始 甚至动手打人 这个事发展到极致 是在2004年的圣诞节的当晚 在一番激烈的争吵之后 陈丹雷竟然冲进厨房 抄齐把切水果的尖刀 朝着丈夫和磊的胸口 啪就捅了两刀 因为力道不够 再加上和磊穿的衣服也挺厚 所以只是刺破了一些皮 但是陈丹雷的这个举动 还是震惊了丈夫 我天拿刀杀人之水 立刻打电话报警 最后警方以谋杀未遂罪 将陈丹雷逮捕起诉 此时宽厚的何磊 想到的还是如何帮妻子脱罪 他用自己的积蓄 把陈丹雷保释了出来 还四处奔走 为他找律师减轻他的罪名 虽然那时候他已经决定离婚了 谁敢跟他在生活在一起 决定离婚 但他依然没有做任何落井下石的举动 而且最可悲的是 他依然觉得自己的妻子 是一个善良的女人 天哪 这何磊的脑子也够可以的 而且最后考虑到陈丹雷 即使最后脱罪了 以后估计在美国也很难生活下去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案底 杀人未遂的案底 怎么弄啊 只能回国嘛 所以何磊又把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 两万美金全部给了陈丹雷 这样呢 陈丹雷一旦回国 用这笔钱也可以在一段时间里面 一事无忧了嘛 多善良一个 这个男的很善良啊 但是善良的何磊并不知道 陈丹雷不但没有因此 感激丈夫的宽宏大量 反而起了杀心 保释回家之后 陈丹雷以一个清华高材生的智商 开始冷血的思考如何 杀死自己的丈夫 并安全脱身 哎呀 就这个人性中的恶可怕不可怕 这个陈丹雷啊 自己还手写了一份详细的这个杀人计划 然后呢通过黑市渠道 买了一把科尔特M型手枪 甚至趁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啊 他用枕头包住手枪开枪 想测试这个消音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2005年的8月初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他悄悄以丈夫的名字 提前先买好了一张 飞回上海的这个单程机票 他也看了这个天气预报啊 几天之后会有一场暴风雨 他就决定在那天的深夜动手 他还为此专门做过精确的测算 对比了雷雨声和枪声的这个分贝 能不能遮掩住 确认啊 开枪时候不会被别人听见 多可怕 天哪 而此时的丈夫完全蒙在鼓里啊 他完全不知道 这样一个他一直以为 很善良的女人 很快将残忍的葬送自个儿的性命 2005年8月20 果然是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 这个冷酷残忍的女人 杀死了在睡梦中的丈夫 然而 陈丹雷销毁了这份杀人计划 他不是手写了一份杀人计划书吗 百密一书啊 可能是由于这个心急 或者是手抖吧 这份被销毁的计划书 后来呢 这个被警方从碎纸机里面 给找到了 并通过专业技术 给他复原了啊 成为指控陈丹雷的 有利的证据 陈丹雷从做计划到买枪 再到实施这个上 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啊 而且他在何磊面前 演示的非常好 这几个月里面 他是一直以温存的 妻子的形象 没有任何破绽 何磊一度以为 他妻子变好了 改邪归正了 对自己又 而且何磊差点 都不想离婚了你知道吗 太善良 他对这个枕边人的杀人计划 杀身之祸 没有半分的察觉 甚至主动向警方申请 取消了警方 为了保护他的人身安全 而对陈丹雷下达的 禁止令 让陈丹雷可以继续 和他住在一起 和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 这个何磊 丈夫何磊 喜欢闲来无事 在卫民空间上 跟你帮网友聊天 据网友回忆 就在他被害的当天 他在网上 也没有显示出 任何的异常迹象 就说他丝毫没有察觉 妻子的计划 依然和大家谈美食 聊生活 心态轻松愉悦 谁能想到 就在他下线了 几个小时之后 这样一个热爱生活 充满阳光的鲜活而年轻的生命 就在睡梦中 被人残忍地画下了句点 而更可悲的是 由于没有引渡协议 所以陈丹雷在被中共拘捕之后 就在中国的法庭受审 在中共的监狱里面服刑了 但是中共竟然扭曲事实地 帮陈丹雷脱罪 甚至央视专门拍纪录片 把何磊说成是一个心理扭曲变态的坏人 把陈丹雷打造成了 这个有理想 有追求的爱国知识女性 因为不堪美国社会的风气堕落 美国的社会问题 以及丈夫家暴 说是何磊家暴 才不得不出手的 而且不断地强调 陈丹雷上学的时候成绩有多好多好 是个学霸 这样一个残忍扭曲变态的女魔头 竟然被中共包装成了一个无辜的女学霸 在中共看来仿佛只要成绩好 杀人放火也是应该的 2006年 因为证据确凿 美国就把证据都拿过来了 陈丹雷还是被判了死刑 但是是缓期两年执行 那么再之后 几年前我看到 由于在狱中所谓被改造的相当成功 陈丹雷已经由死缓 变成了有期徒刑了 命保住了 这些年估计已经假释出狱了 这就是中共 一个残忍的杀人凶手 尽可以免受法律的制裁 好 今天的这两个故事都令人揪心 也令人深思 即使再高的学历 再好的成绩 如果缺乏信仰 没有道德的约束 人与魔并没有区别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提醒您记得订阅频道 也可以经常来听我讲讲故事 同时欢迎在留言区 写下您对这起案件的感想和留言 那么节目最后 我要提醒您 蓝莓优品在这个 幻颜一新过大年的促销活动 正在如火如荼 您可以去评论区制顶处 找到蓝莓优品的专属链接 点击进去就可以为自己和朋友们 选购新年好礼了 同时要特别感谢 所有通过捐款网站和留言区 给我捐款的朋友们 希望大家能一如既往的支持我 鼓励我 咱们一起携手走到正义战胜邪恶的那一天 捐款网站就在每期节目评论区的置顶处 或者你现在扫完屏幕上 这个二维码也是可以的 最后想请推荐我的会员节目 大话西游 这是一个专门讲述西方艺术史那些 大名鼎鼎的名字 背后精彩故事的节目 那么这周带给大家的是 西方艺术史千古第一人 米开朗基罗系列的第一集 这个系列总共三集节目 今天是第一集 这周是第一集 想了解这位艺术史上最杰出的 大事生平故事的话 请一步去我的会员频道 感受一段轻松有趣又精彩的时光 这个油管的会员频道 您只要在我的油管主页的左上角 或者上面 找到一个加入或者是join这个键 点击一下 就可以进入到会员频道页面了 每个月只要4块9毛9 一杯咖啡的钱 就可以收看这些精彩的节目了 同时诚挚的感谢 所有已经加入会员频道的朋友们 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 新闻最早点 咱们下周见